下来的这则投诉个案再次提醒你 千万不要随便把银行户头借给别人使用 免得惹祸上身 槟城一名商人因为把银行户头借给了 从小就认识的朋友转账 结果惹上麻烦 被控上消费人仲裁庭 被判必须归还24000令吉给起诉人 虽然他试图解释自己也是被骗的受害者 但是仲裁庭还是判处他 必须归还款项 43岁的黄志伟是经营清洁服务公司的商人 去年7月他突然接获一通来自图姓女子的电话 图姓女子是清洁服务和女佣中介 由三名雇主要透过她聘请庸人 不过支票必须注明公司的名字 因此向世主借用公司的户头 图女士还要求世主将三名雇主所汇入的款项 转到她的个人户头 原本以为可以帮助朋友的世主 却在今年6月收到来自消费人仲裁庭的信函 信函内容指 世主没有按照合约在两个月内提供女佣服务 甚至失去联络 因此三名雇主向仲裁庭上诉 并要求向汇款的公司追逃款项 虽然世主解释她只是负责转账 没有牵涉在这件事 不过仲裁庭今年9月就判决她必须在14天之内归还所有的款项 而这个时候她已经联系不上图女士 我已经解释了说这个钱已经进了户口 然后就转出去给她 她也不接受 然后我也跟她讲 她用我的公司名字 做那个什么 认识 假的认识 然后假的认识 仲裁庭也不理 他们说总之 前进一个户口 你就有责任还她 她出来解决这个问题 她必须要马上出来解决这个问题 不要把我圈塞在里面 氏族表示 就连图女士的家人也不知道她的下落 她也把案件交给律师处理 人民党秘书长陈恩来认为 仲裁庭应该认真检查案件的来龙去脉 再做出定案 她也欲请涉案的图女士 尽早现身 做出交代 NTV7 槟城 采访报道